大浪直撲岸邊激起兩層樓高的雪花 在一旁觀浪的民眾馬上得退路 今年最強颱風 宣蘭諾暴風圈接觸台灣東北角陸地 基隆朝進公園也掀起巨浪 宣蘭諾不只帶來風勢 各地好雨更是不斷 從三號上午九點十分 統計到四號上午 新竹兼石箱御風側站 單日魚量累計三百八十三毫米 苗栗南莊三百二十九毫米 玉山也有三百一十九毫米 氣象局也針對樹縣市發佈豪雨特報 它的外圍的影響 所以在我們的北台灣 也就是基隆北海岸的地方 恆春半島跟蘭嶼綠島 還是要注意會有強風出現 我們還是要提醒北部海面 東北部海面的作業船隻 還是要嚴加製備 一度減入為中台的宣蘭諾 在即將脫離台灣東海岸範圍時 結構再度重整 颱風也也再度出現 宣蘭諾再度回到強臺等級 近中心最大風速 每秒五十一公尺 相當於十六級風 瞬間最大陣風 每秒六十三公尺 相當於十七級風以上 七級風暴風圈半徑三百公里 十級風暴風半徑也有一百公里 宣蘭諾中臺右轉強臺 多架航班都受影響 民航局統計 目前國內航線取消十六架次 國際級兩岸航線取消十四架次 另外台鐵平溪路線受颱風影響中斷 預計下午五點恢復 其餘各級列車正常行駛 高鐵全線也正常行駛 新北瑞芳平溪雙溪貢寮 以及桃園復興台東蘭嶼 都在早上宣布全面停班停課 目前颱風正往北北東方離去 氣象局也在十一点解除 陸上颱風警報 但是受到外圍環流持續影響台灣 可能要到今天晚上才會解除 海上颱風警報 記者 記憶龍 總和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颱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